这场选举其实就像一场表演 美国人是很激情的 而且很容易受到感动 那么因此在他们的造势大会上面 也完全展现 两党候选人会急性地高歌 也会感性落泪 尤其他们的夫人表现尤其杰出 美国也做过一项统计 票选他们最喜爱的第一夫人 第一名就是这一位 气质高雅的贾桂林 好 他原本是摄影记者 一着典雅 而且艺术气息非常浓厚 又积极著品 他应该算是第一夫人的最好典范 这是老布希的夫人 那么他也在名单当中 排行榜第三名 强势的希拉蕊 能延善道律师出身的蜜雪儿呢 那么他是这一次出尽风头 那么大家也说了 每一次他到的场合 总是吸引大家的掌声 至于老牌隐心南希 她是雷根总统的夫人 这些人其实都有高人气 而且高吸票的效果 刚刚也说到蜜雪儿 在民主党的长长演说 都令人动容 所到之处所向披靡 支持度竟然还超过他老公 十四个百分点 希拉蕊更被民主党认定 是下一届教诸大魏的重要人选 而且现在共和党 看起来真的穷龙无首 因此希拉蕊在四年之后 很有可能胜出 贾桂林甘乃迪人称贾姬 三十一岁就当上白宫最年轻的女主人 出众外貌宛如王室贵族的仪态 更让她打败美国历届第一夫人 容登最受欢迎宝座 出身上流社会 附近还有四分之一法国血统 贾桂林读的是贵族女校 专攻艺术及时尚 还曾留学巴黎 精通法国 西班牙 意大利等多国语言 气质脱俗的贾桂林 整个六零年代的时尚代名词 美国妇女争相模仿 有意竞选总统的甘乃迪 更将她视为重要政治资产 积极将太太推上公众舞台 我希望你认识我女儿卡丽琳 和我妻子Jackie 你怎么办 甘乃迪顺利荡选后 甲鸡更从国内一路红到海外 第一夫人的高人气 连甘乃迪也甘拜下风 即便对政治一窍不通 贾桂林仍努力扮演第一夫人角色 彻底改造白宫 成为饶富历史意义的艺文中心 并在1962年古巴飞弹危机时 成为甘乃迪重要的精神支柱 尽管甘乃迪风流运势 众所皆知 甲鸡依旧默默守候 更在亲眼目睹丈夫遭暗杀后 展现无比坚强的第一夫人气魄 不让甲鸡独领风骚 80年代的美国则出了位电影明星起家的第一夫人 南希雷根 和丈夫一起从好莱坞转战政治舞台 南希成功扮演雷根左右手 主动替先生筛选核心幕僚 还发起宏极一时的Jud Say No反毒运动 并成功促成立法 成为美国史上首位进联合国演说的第一夫人 1981年雷根当街遇刺震惊全美 被集中左凶的雷根大难不死 为了保护先生 雷根闹哪 南希都如影随形 甚至求助占星术 每天替雷根预测即凶 任何星辰第一夫人说了算 雷根更在太太鼓励下与苏联重修就好 让美苏冷战画下句点 1994年雷根宣布罹患阿兹海默症 但传出老人失智症状 早在他总统任内就有机可食 作为先生最坚强的后盾 南希曾被批评过度干政 但也有人认为 没有南希 雷根的仕途不会如此顺利 广受美国人爱戴的第一夫人各有千秋 只有她以政坛女强人形象 我们的美国史上最有实权的第一夫人 耶鲁法学院毕业的希拉瑞 年轻时急向往领导职位 更多次在总统选举中为共和党出力 但为了老公柯林顿的仕途 她不但投靠民主党 还让步惯了夫心 但当上第一夫人后 希拉瑞锋芒蒂露 大推健保改革 还亲自主持会议讨论政策 当柯林顿深陷性丑闻风暴时 沉着应对的希拉瑞 甚至主动展开危机处理 帮助柯林顿起死回生 希拉瑞也是首位离开白宫后 持续影响美国政坛的第一夫人 不但当选纽约州参议员 在08年出马角足总统大位 最后更担任欧巴马的国务卿 希拉瑞在事业上的成就 不属老公柯林顿 且对内对外都是女强人 相较于希拉瑞的强势 及时尚指标 贤内主和干练形象于一身的 秘雪儿欧巴马 被封为美国史上最成功的第一夫人 当上第一夫人后 秘雪儿喊出终结儿童肥胖 推动健康饮食和健身运动 展现温柔有韧性的好妈妈形象 秘雪儿的亲民也表现在 穿衣风格上 比丈夫更受欢迎 秘雪儿不但入列 富比赛杂志 2012全球百大 最具影响力女性 更展现帮夫功力 成为欧巴马的超级助选员 从贾国林到秘雪儿 这些第一夫人 不当总统丈夫的负忧 而是用自己独树一格的风格 把第一夫人从黑角变足角 在美国历史上流离